一个视频的收入就有15000多,将近16000块钱,你们敢相信吗? 我们是从农村出来的一对小情侣,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热爱的梦想 四年前,我们乘上自媒体这股风,开启了追梦的旅行 这几年,我们跑了祖国非常多美丽的地方 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变革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 流量收益开始锐减,很多自媒体博主开始断更 那我们的路又该如何选择呢? 大家好,我是齐哥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毕节 暑假结束之前,我们不打算离开毕节了 因为这边真的是人少,而且天气特别的舒服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毕节大方线,百里渡卷的PE停车场 感觉转来转去还是这里舒服 以前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拍一期视频 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 一些过程,还有一些技巧之类的 但最近为什么很久没拍了 是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收益了 以前我们跟大家说过,我们主要是靠中视频 就拍摄的这个视频赚的流量收益 来支撑我们的这个收入,还有这个旅行 然后今年的变化是最大的 就从可能是四五月份开始吧 我们现在的流量收益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真的就是五分之一 下跌的特别特别厉害 以前和现在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后猜 这是我们以前拍摄的一个视频 大家看这个总收入啊 一个视频的总收入 这边是一万五千六 这边是四百多 总共这个视频就有两万块钱的收益 只有一个视频啊 一个视频的收入就有一万五千多 将近一万六千块钱 你们敢相信吗 这个数据啊 在以前来说可能是少数很少有 但是起码也可以做得到 但现在来说根本就不可能了 看一下我们的账号吧 现在的收益基本上就是这样 两万多的播放量七块钱 三万多的播放量 差不多四万十三块钱 看像这样子下去 真的是很多作者都会断更了 也包括我们真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我们做自媒体四年多了 拍摄的视频差不多两千个 平均每天就要做一点五个视频 所以说这一路过来 其实也并不容易 然后我们以前是总感觉 都还有一点点希望了 现在是感觉未来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再去做这个中视频 靠流量赚钱了 要做这个自媒体 也只能是往另外的方向去走 直接带货 或者说做直播 或者说必须要做广告 未来我们也需要转变了 再不转变就只能被淘汰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们 这个中视频是不是要下架了 然后我们也去问过相关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说了没有具体的这个事情 但是确确实实是中视频的收益已经很低很低了 下降了很多 以前我们最高的时候每天有四位数 一千多两千都有 但是现在差不多所有平台加起来就一百来块钱 因为我们花的比较少 这一百来块钱可能也够用 但是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旅行博主 像我们这样的都已经在停更了 所以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要不要我们就在贵州定居了 租个房子这样子停下来 然后拍拍那些日常生活啊 这种可能会比较省钱 然后比较安定一点 但其实吧也挺纠结的 因为我们很喜欢现在的这种生活 想去看一些以前还没看过的风景 包括在贵州我们的还有好多地方没去 更别说遥远的新疆啊西藏那些地方了 但是不管情况再怎么不好 我们都是不能断更的 断更是不可能断更的 只能说坚持下去吧 看以后有什么转变 有什么机会 我们要抓住机会 拜拜